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到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力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是呀是呀 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喂 真必星 又是你吗? 哎呀 是呀 是我呀 这次也是说 我老板的事他做得好 做得好吗? 我们讨论一下什么事 这个路透社就说 印度官员就说 近几个月来 印度政府开始对 中国的无人机 落手了 就是说 国家安全理由 就禁止国内军用无人机制造商 使用中国的零部件 其实这招在 欧美都试过的 是否这么容易 欧美都很难做到 不过 这个禁令 就令到 印度的厂商和军方 结果 痛不欲生 因为两个人知道 变贵 你知一说到变贵 他们就 其他国家不敢说 他们就 那么贵呀老板呀 为什么那么贵呀 一贵的话 其实他们就不多高兴 不单止他们 每个人都是 印度一家无人机 的供应商更加 现在我们的无人机供应链当中 百分之七十个产品呀 领部件也是中国制造的呀 你们这个禁令呀 大幅提高 印度军用无人机的制造成本呀 我们怎么叫下去呀 真是很淡的 很惨很痛苦的呀 实际上是呀 你讲到贵的话 他们就 很痛苦呀 叫万夫莫迪贴的水呀 唯一方法 你觉得会吗 他是这个国家的头来的 他看 不过也有机会可以的 如果个人都说不帮他做 自家企业呀嘛 Made in India India Super Super Good Super Good 是不是 这个 印度的安全部门就担心了 就说这个无人机的通讯功能 摄像头 无线电传书 还有操作软件 通通呀 都有可能呀 记住他没有证据 但是有可能 会收集我们印度的清报的 但是 很搞笑呀 这些不是无人机都基本有的吗 通讯功能啦 摄像头啦 无线电传书 还有软件 这些肯定个个无人机都有啦 所以就 就决定禁止国内的军用无人机 是 禁止他们自家的制造商 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 其实呢 自从2020年以来 这个老头社说 印度政府就对 监视无人机 采取分段进行管制 近几个月 正通过这个军事的招标是实施的 在今年2月和3月 就举行过两次的讨论 无人机的招标会议 其实印度的官员亦都告诉 潜在的投标人 出于安全的理由 不会接受 你只和印度有 绿地变界的国家的设备 和这个另部件 另外一份招标的 文件亦都显示 这类 指系统存在着安全漏洞 会 是 洩露 军事的数据 要求供应上 披露你的另件变道理 当然和印度有边界 接壤的国家 巴基斯坦和中国都有 其实亦是说中国 主要因为巴基斯坦 这些提供得比较少 这个官员亦都说 虽然印度政府担心网络攻势 但是 现在都已经 现实是什么印度工业 依赖中国也挺深的 当然这个禁令 出台的时候印度努力推进 军事现代化 尋找打造本国无人机的产能 印度已经为 2023到2024年的军事现代化 战略预留了1.6万亿 奴比 如果计算人民币 1400亿 其实他肯 使钱不过乱差 其中的75%就留给本国的工业家 不过 印度的 这些 行业专家就担心 对中国的 这是老透社的独家访问 对中国的令部件的禁令 令到这些製造商 要从其他地方采购令部件 但是成本高很多 怎样赚钱 你自己想 或者 拨个轮给问一下老讽 老讽可能知道 老讽好像 其实好像欧盟都没有什么 无人机的部件 当然 自家企业的痛不用生 本来赚到钱 现在要我 没什么钱赚 你不要赚少个崩子 他们也不开心 对 现在成本还增加了这么多 好像 一家位于印度籍局 班加罗尔的印度军方小型无人机供应商 名叫新空间 他们的创办人 Joshi Joshi说什么 哎呀 无人机供应链 当众 百分之七十的产品 也是 这个中国制造的 即使我们打算在波烂那里 买些令部件回来 可贵呀老师 不是呀 令部件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还蛮笨 转过来怎知 都是走不掉 还被人吃了一层水 以前说印度是加攻俄罗斯的原油 现在被人吃了一层水 那当然是痛不欲生 说真的 是不是呀 所以用痛不欲生四个字 我觉得完全没有夸张 甚至是不够力 要我偷钱出来 Joshi也认为 改用 非中国的另部件 成半大幅上升 一些製造商 仍然会从中国进口冤菜了 但是很搞笑 标签就改成印度製造 喂大哥 你说莫迪 可能莫迪也不理 看不到 只眼开只眼闭 就说 是艺装是本国製造 另外一些自家企业 经常回避 军事的项目 因为教父其长 最重 可能钱也收不到那么多 这么大祸 除了 制造成本之外 技术差距 亦是印度军方 和无人机製造商一定考虑的现实 其实 细放专家也说 由于缺乏制造某类 无人机的技术 和零部件 其实 印度在零件和整个系统上 是伊拉外国製造商 其实伊拉得最多就是中国 你是不是 不计成本 我觉得冯德来印都可能做得到 但是印度不计成本 我就不相信 不计成本怎么会 印度的航空发展机构 就叫ADA 他们的负责人也都说 主要 是受这个发动机的限制 一项有政府制作的 这些印度 国产中枪称 航行无人机系统 这个我说的 推迟了五年 噢 搞错 另外 他们现在研究一种人形无人机平台 高空枪 青市的 这个平台 但是 起码都搞了三五七年 另外这个印度 这个无人机专家 他就说 现在当前情况 印度必须有一个连贯的国家战略天保空白才行 这个 其实他有好连贯 连贯跟他买其他军品一样 那里买一下 突然之间那里又不买 那里又说 大袖筆突然之间又说不买 但是他真的花了很多钱 因为他有时候买了 也不是那么好 买过其他 这样花冤枉钱更多 还有有些人 过河湿脚 这位Laren也认为 印度大应试印企业 在研发方面 投资很少的 印度需要 接受更加高的成本 才可以重振国内的製造业 声音叫我们自己研发 政府又不付钱 怎么办呢 其实他也说 今天我从中国购买设备 但是 我想说 如果是印度製造 你贵胜五胜那么多 你贵不贵 他赚少很多 因为如果在中国买零部件 在中国买工资製造业 就能收拾多些 因他的人工便宜 现在 你要他 成本 上升50% 简直 等于拉低他那么痛苦 是 其实印度军方的 困境 其实不单只受困于无人机 这个不是我说 这个是 老扣社专家也说 在印度总理莫迪呼吁之下 其实2017年印度官方宣布一条命令 就叫做印度采购决好倾向于印度制造法令 为了发展本土的制造能力 之后为了促进印度国内的防务生产和出口 印度国防部先后在2020年8月和2021年6月和去年的4月 三次出台并且扩大本土优先的国防产品清单 印度官员发现在政府下达进口禁令 但是国内的国防生产能力缺乏 他们经常说来自印巴的边境威胁增加 所以军方越来越军备也不足够用 但他们钱有用的 说明他们不是不用钱 他们肯用钱 不过是乱差地用 其实官员也说 如果涉及一些关键军备进口禁令 持续的话 2026年印度缺少 一些先进的直升级 到了2030年 印度将变弹几百架战斗机缺口 怎样算呢 这个真是大事 其实现在印度 国内 亦受困于高通胀影响 我们之前说过 印度 看到吗 因为蕃茄 也弄得被人拉低了 有人是一二二负 原来蕃茄 现在真的很大事 我们又看看数据 这个 就是蕃茄格格 这样飞了上去 一飞充天空 一飞充天空 小穿梭 对 MORE THAN TRIPLE 自从6月 是多过 是三倍 多过三倍 除了另外 这个 蕃茄之外 亦都看看数据 大米 怎算 又是升着上 难怪大米那么亮 当然 现在 你还叫那些自家企业 抗中 毫用中国的零件 你这样说的话 最后你帮自家企业买无人机 你的订单 那个价码都会上去 整个印度 什么差都贵 是不是 现在 这个 因为蕃茄价格 是升了 三倍多 你要知道 他们 做咖喱 蕃茄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它会酸辣酸辣的 你就不觉得 现在 印度 总理莫迪 亦都面临这两大 本来 印度就不缺的产品 不过 那个价格 在升得太过可怕 由于这个季风 来得太过不规则 亦都是极端天气事件 很多 之前也很热 有段时间印度亦都是大水 有些帮很大 破坏了这个 農业生产的 印度大米和番茄价格 在升到飞天 其实这个西梅 亦都访问了 当地 一些 农户 一位 叫做 这些名字是某宗教人士 其实印度也有很多 原来他就说 现在我们这里 本地 印度南部 土地肥肉 我们是农业地大 他的磨坊 亦堆满了麻袋 一边 原来装满了一种 出乎意料的珍贵商品 就是 大米 近几个星期 其实印度的大米 番茄 和其他主食 价格上升得很厉害 现在你还说 没有印纪价格都很贵 什么都贵之下 其实民怨之下 莫迪都要想一想 因为他本来民粹主义上台 不过他民粹主义 就是印度教的民粹主义 亦都说 原因是什么 这个 贵风 你得 是不愧疾 说什么 这次贵后风 吹得那阳空 仿佛世上一切 又消失于所中 搞到番茄都消失于所中 破坏了 这个 农业的生残 虽然一些地区 大雨 冲毁了农作物 但是 这个贵风 在印度和其他地区的 这些厌赐道理 亦都令到大家对于失收和价格上涨好担心 刚才我们说的那位阿博 其实 他亦都说 贵风你已刺了 有些地方印度就好热 我们就缺水 但是有些地方 有大水 極端天气就是这样 所以那些极有份 没有搞这回事 你就看看没有 现在的东西这么贵 他就说 我已经 做磨房磨米磨了三十年 他就说 从最低收入的人 从最高到最高收入的人 每个人在印度都受紧苦 包括我自己 量息通胀 已经升到很可怕 这个莫迪 政府日亦都担心 因为这几个星期 大家对于蕃茄 蕃茄就做咖喱 米的话 它吃不饱 吃不饱 没有米 没有米 吃不饱 其实 其实这几个星期 大家对于莫迪 的 愤怒 是上升的 你还说 不要中国什么 不要中国什么 其他东西 你不要中国的元素 但是 你的东西又是上升的 文分难平 先生 是吧 其实 这几个星期 对于高通胀的憤怒 已经令莫迪 只可以制出 大米禁令 这个 举动震惊了全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亦都呼吁莫迪 政府取消 因为对全球有害 但它的大米价格升得这么高 如果不是用这种措施 它自己可能会下台 是 这个很矛盾的 说真的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很多国家 都依赖印度出口 这种主食 这个分析人士就觉得 控制食品价格 已经成为 莫迪 印度人民党 这个BJP 一系列 选举关键时候 当然 很重要的任务 Priorities 其中就包括今年还有几次的帮大选 以及 原来 不够12个月 那就有全国大选 这些数据 你现在真的要做 如果你制后 因为你做这些措施有制后 可能你做了之后 刚好你大选就完美了 国际 粮食政策研究所 他们研究完也说 一说到粮食贸易 没有一个政府 包括莫迪 和其他人 是会从长远 从长远来考虑 其实较贫困的印度人的口袋 已经很紧 而且谷物价格这么升 怎么办呢 没有一个政府 是 支持得住的 包括莫迪这些 都算是挺硬的 但是都支持不住 你记住他是靠民粹上台的人 你如果 民意一 有风吹草动 马上就反逝 对 今年选举 和明年选举 他都很害怕 我们看看 原来每年6到9月 来临的 就是印度的 这个季风 经常 也引起 量式加价波动 但是印度科学家也警告 由于气候变化改变了 曾经 本来可以预测的天气模式 这样的 时候 本来降雨 现在就变得不可靠 本来是干寒 结果 就有大水 当然 你有大水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 印度一些地方就大水 另外一些地方就大汗了 这个季节 其实 一般来说 就是 只可以这么说 本来就是大家可以盘幕 有农作物 这从上个月 这个暴雨也影响了番茄的收成 刚才我们说的 是 triple 其实 已经是400% 大米 也涨了 11.5% 你说 番茄可能用少些 但大米没理由不吃 对吧 另外 原来来来自印度西南部 卡纳塔克邦 其实是 蔬菜批发 市场的 一位工人 他就说 这个叫声哥 Git du Singh 他就说 怎么买呀 哪有那么多钱呀 番茄也有胜作假 大米也胜作假 豆也胜作假 你知道 很多价 是的 很重要的 加上咖喱 吃得更饱 是的 不如他先摸一摸 压一压 所有东西都这么贵呀 另外 有位 亦都在 街市买东西的 一位大哥 叫 Jerje Nashimi 他就说 唉 为了 付少点钱 他已经减少了 对扁斗 油 以及其他必需品的消费呀 他很担心 有一天要饿着肚子去上班呀 虽然6月份 这个通胀率是4.8% 其实亦都在印度央行的一个目标的区间里面 但是印度央行也都说 现在 食品价格飙升也都被明了 跟通胀对抗 还未是完的 印度政府就 辩驳 就说 现在我们帮助弄问的啦 大米出口令就是保护本国的嘛 那这个禁令呢 其实亦都是 适用于 非 印度香米 白米 那其实 这个就是 佔印度出口品种的四成 那番茄你怎么办呢 说真的 原来他就想着保贴的 但是你都要时间种出来的 是吧 所以你搞那么多东西等会说 其实我觉得 这些国家最笨实的 你禁的话也不是现在 现在全球什么物价 当然你说 哎呀你无人机买了 你弄什么事 不是呀 你样东西都贵的时候 喂 你想想如果这些无人机制造商 他收贵的钱 那他是不是政府都要埋单多些呀 那钱钱从何来呀老闆 是不是 那些税收 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人 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如果还说按一按 其实国家安全 很多时候都挺空话 不过你们就是 偏偏就为了这句空话 虚无飘灭的东西 就打算是 按一按 自己想 是吧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